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上了这项运动 母亲很快也便发现了女儿的天赋 更是对她清朗相受自己的乒乓球迹 直到1993年的9月份 在全国乒乓球低领组的大会上 日本富士台的记者遇到了这位年仅4岁的小选手 福元爱 这个穿着粉色衣服的女孩 面对镜头露出的那一抹微笑 或许就是那一秒融化了记者的内心 那场比赛里 他们记录下了福元爱的全部比赛过程 尽管说 对面都是已经就读小学的哥哥姐姐 可小爱还是凭借着平时勤奋练习所得到的球技 一连斩获了三场比赛的胜利 可惜到了第四场的时候 因为发觉的姿势不够准确 她频繁遭到了对手强连的投诉 更是继而输掉比赛 这个穿着一双米奇帆布鞋的女孩 第一次在全国性大赛上品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好在作为母亲的牵带 一直都在旁鼓励 更是表示不要灰心 自己接下来将会好好地与她进行更多关于发球的训练 是啊 第一次参加全国大赛夺冠 从来都不是目的 真正的目的只是为了教会我们成长 于是 止步于十六强的小爱并没有自暴自弃 比赛过后 每日等到幼儿园放学之后 小爱就会飞奔回家与母亲一起练习发球 就这样 先前比赛的失利早就一扫而空 在发球特训一个月过后 爱将参加了仙台式的低龄组比赛 她终于在自己五岁生日之前 拿到了第一次冠军的奖状 到了11月1日 在体育馆度过子的生日过后 她又迎来了县大会的比赛 对手是低龄组的全国第三名 可那又怎样呢 爱将的目标是称霸全国 准确而迅速地扣球 让她赢得了县大会的第一名 年仅五岁的她 吃力地捧着冠军的奖杯 那时候 年幼的女孩可能还不知道 未来乒乓球场的征途将会有多么的坎坷 而日本富士电台的记者也没有想到 自己会跟拍爱将长达24年之久 直到仙大会比赛过后的半年 那时候 小爱已经在当地积累了不少的名气 在场馆练习的那一天 因为被多人目光紧盯而发挥失常 这个五岁的孩子不禁就委屈地哭了起来 但她却一直都没有放弃练习 更是跟母亲约定 无论发生什么 自己都不会在中途放弃 就是这样坚定的眼神 让电视台的记者暗暗决定 自己也要坚持用摄像机去记录下 这个未来日本乒乓球国手的职业生涯 数月过后 又一次日本低龄组的全国大赛便开始了 与上次不同的是 这个身高只有105厘米的幼儿园学童 成功摘取了冠军的宝座 更是让她瞬间便成为了媒体的宠儿 只学了不到两年乒乓球的小爱取得冠军 更是让无数乒乓球的新人将她封为了偶像 那段时间 小爱的生活是幸福的 冠军的头衔加冕和媒体的关注 可能是她乒乓生涯当中最轻松的一段时光 一直到了1996年 小爱才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改变了自己 那是一场东亚地区的小学生国际大赛 刚刚进入小学二年级的小爱第一次有机会迎战外国选手 对方是来自韩国的冠军 那场比赛让久未感受到竞技比赛压力的小爱如临大敌 她忽然发现 在日本之外的乒乓球坛很大很大 那一刻 她也终于知道 自己已经不应该只满足于称霸全国这个目标 又过了三年 已经十岁的爱将正式成为了一名职业的乒乓球运动员 而这一次 她选择了去往乒乓球界的王国展开特训 在辽宁省瀋阳市的乒乓球馆 十三连败的成绩让小爱知道 原来自己距离世界顶尖水平还有着如此大的差距 而经过了在瀋阳的特训之后 小爱又回到了日本 并掌握了自己的招牌绝招 王子发球 这可以让她在日后漫长的拉锯战中保持优势 接着 到了2001年 年仅12岁的小爱在比赛当中 遇到了曾经的世界冠军小山智利 她原名叫做何智利 曾经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拿到过冠军的人 而这又再一次让小爱品尝到了败迹 然而真正让她受刺激最大的 却是对方比赛之后讲的一句话 像小爱这样的选手 在中国至少有一千个 为了找出答案 也为了磨练自己 12岁的小爱决定第一次离开母亲一个人去往中国参加职业比赛 也正是从这一刻 她的人生翻开了新的篇章 出道异国他乡时生活的不适 似乎只有在手握乒乓球拍的时候 才能够找回些许的熟悉 在交出了十战八胜的奥人成绩之后 小爱总算找回了些许的自信 只是第一次离开母亲这么久 离开了那双无数次给自己传递力量的双手 接着 仅仅两年之后 小爱终于有了向世界乒乓球团发起竞技的机会 年仅14岁的她 成为了时尚最年轻的世界锦标赛选手 在去往巴黎参加比赛之前 就读的中学甚至特意为小爱取行了隆重的壮行仪式 这个年幼的孩子承载着无数日本国民的希望 即将向世人展现自己的能力 在巴黎的锦标赛上 小爱出战告捷 相比于首次获胜 她对巴黎这座充满了艺术气息的国际都市 反而会更感兴趣一些 毕竟那时她还只是一个14岁的孩子 然而下一场比赛却让她不得不重视起来 因为对方是世界排名12的新加坡选手 对于此时世界排名只有91的小爱来讲 压力巨大 好在借助于自己王子发球的绝技 终于顺利欺败了对方 用小爱的话来讲 在比赛当中自己的手好像自己都会动起来一样 就这样小爱凭借着这往日刻骨的训练 听进了八强 对于日本女单来讲 这已经是扩别了14年的好成绩 在下一轮比赛的时候 她遇到了当时的世界第一名 一个没有乒乓球运动员 希望与之生活在同一年代的魔王张依应 比赛的结果没有任何悬念 可毕竟小爱已经给日本人带来了扩别14年的好成绩 如果说世界锦标赛对小爱来讲 是在为日本圆梦的开始 那么从那之后 无数日本的国民便将自己对乒乓球的热爱 甚至是民族的骄傲寄托在了这个女孩身上 这无疑也让之后开始为奥运会备战的小爱备有压力 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 15岁的小爱终于踏上了 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讲 最大的禁地舞台 可惜在第四场比赛的时候 惨痛败倍 四年之后的北京奥运会 小爱成为了日本队的棋手 她与所有支持她的粉丝们一起期待着 可以在这场盛事当中摘下第一枚乒乓球奖杯 然而在团体的同牌比赛对决当中 她与队友惨败韩国队 再次与奖杯失之交臂 连续两次奥运会的失利 却并没有让这个女孩自暴自弃 相反 她决定来到中国 再次展开了四年的修行 额外增加的负重训练 越来越多的不迟拍训练 这四年如一日的刻苦练球 小爱相信自己的训练 一定能够换来回报 她从未因为训练的艰辛 而想要提前结束 然而家乡的一场意外 却让她再也坐不住了 2011年3月 一场大地震让艾将回到家乡 一个人走得再远 可能永远都无法割舍的便是故乡 赶赴灾区慰问的艾将 开了那群与自己挥手之意的孩子们 她内心暗暗发誓 下一次一定会带着奥运会的奖牌回来 近20年的刻苦训练 小爱希望能给自己的努力 换回一块奥运奖牌 好在这一次在伦敦她入院了 在小爱练球20年的这个夏天 乒乓女神笑了 她与队友摘得了伦敦的团体亚军 当她把奖牌挂在自己母亲的脖子上时 母亲说这好重啊 仿佛20年来的时光 都在这个奖牌里了 到了16年的礼乐奥运会 已经成为日本乒乓球队长的小爱 与队友们一起又拿下了团体的铜牌 看着这个彼时 27岁的女孩疲劳的身影 她总算没有辜负 刺激热心粉丝的期待 这位可以讲着一口流利东北话的慈娃娃 可能是在中国乒乓球队独孤球败的年代里 最为让人难以忘怀的外国选手 体育竞技的比赛很是残酷 而我们对于体育队员的主观感受 则有无比特殊 作为这个能让无数华人抛开民族 抛开历史 抛开各种成见 而发自内心喜欢的女孩 除却其挂在脸上的笑容以外 可能就是那一股不愿复苏的精神 其实哪怕强大如大魔王一般的 张一宁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低潮 而体育竞技的残酷往往就代表着能够走上世界之间的往往都是屈指可数 小爱从来没有到达过量子的高度 可就如你我这样的普通人一样 人这一生可以去追求梦想 可以在这过程当中有所收获 就已经是极为难得的事情 而小爱能够取得如此优秀的成绩 则与其母亲的教育息息相关 看到他母亲在小爱第一次输球之后 没有首先去安慰孩子 而是让小爱去与对方的教练为之前不当的发球而道歉 有时候在想 如果那时候作为母亲的亲戴心意软 上市孩童的小爱也顺势就决定放弃这个需要吃苦耐劳的爱好 或许今天我们就没有机会看到这样的一位乒乓球运动员 安逸享乐可能才是绝大多数人会做出的选择 对多数人来讲 去抵抗天性 小时候能够依靠的大概只有父母 等到长大了就只剩下自己了 二十年来的汗水凝聚成了奥运会的银牌 可想而知 母亲那一刻是何等的欣慰 而富士电视台那六十箱的录影带 恰恰记录着这个女孩追梦的二十四年 外表看似甜美柔弱的少女 终究也是靠着自己的努力 方才有了机会成为了今日的刺娃娃 我是书根朽木 感谢你选择与我一起去读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期再会